观众们大家好 这是一个纳维莱特卡池挂零了 这是过去几天玩家社区非常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所谓的流水挂零它并不等于流水士林 事实上在纳维莱特卡池上线的当天原神还总榜第三呢 他如果没挂零的话排位是哪里呢 他其实也就是总榜第二而已 所以相较于一般的欢迎信徒 在迫不及待的挂零挂零的欢呼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他毕竟也是总榜第三嘛 其实也没这么差吧 这样说吧 纳维莱特第一次复刻他如果是总榜第七或者第八的话 那我估计有人是要被大伟格吊起来打的 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理性客观的 我的脑海里面马上蹦出来的是什么 是后果以及影响 那如果说纳维莱特的复刻卡池一上来总榜第七第八 有人要被吊起来打的话 那么总榜第三呢 在我看来顶多也不过就是开一个反省会的感觉 因为你预计他是第二嘛 他实际上也就是第三 说白了就是第一感觉看上去难有明确的影响 以及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一个视频说你以为他要考60分 那实际上他考了40分 那还能嘴硬一下的 就可能跟妈妈说啊没办法呀 这一次我准备的内容刚好全都没考 我靠这个局里也太真实了一点 就你不至于考了10分20分 然后马上就要把你吊起来打屁屁的那种感觉嘛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考了40分 这个又不好说 因为实际上像这种排位型的流水分析啊 他的锚点不只有魔音一个的 他还有后面企鹅家的音乐跟视频的嘛 他这个总榜第三的质量到底怎么样 我们可以通过后续的观察 实际上也可以去推敲一个踏盖的答案 然后比较遗憾的是万叶纳维莱特的这次卡池啊 随着后续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总榜第三的质量也不怎么样 他在次日晚上就被一款鱼女游戏冲了上来 给推到总榜第四了 这款鱼女游戏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它到底是什么游戏对不对 一看这个paper games 你可能也不知道这家什么公司 那就巧了 其实我也完全不知道 但是欢愉就完事了 更加欢愉的是什么呢 就在当天企鹅家的视频 他们把自己的title改成了哈哈哈哈第四次 这就让人非常的绷不住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腾讯打压吗 那当然企鹅在这里肯定也不是故意的要嘲讽原神的 他这个只不过是刚刚好他们家的那个新的电视剧 名字就叫做哈哈哈哈 然后刚好是第四季在做推广 可是事情就是这么的巧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世界名画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乐了 那我跟你说这个其实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就这样过了三天嘛 就在昨天的星期天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黄泉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把刀拔了出来 把他们两个都操了 没有错 崩坏星球迭道在昨天的畅销榜排名 居然逆势上升了 黄泉卡池开池之后的第十天 排位冲了上来 很意外的在卡池开放之后的第十天完成了返潮 于是嘛出于好奇 我就去全球市场做了一下调查 我发现就在昨天 星铁在日本市场也是一天之内连着升了四位 居然也冲上了总榜第六 并且你们可以看到他居然还踩着魔鹰了 这个虽然是海外的魔鹰了 也许有人要问的 原神呢 我怎么没看到原神 没错 你前20都看不到原神 也就是说 黄泉在卡池开放的第十天 他完成了几乎全球主要市场的返潮 至于韩国区有追我视频的玩家应该知道 那未来特斯第一天都没有打赢黄泉吗 今天我去看了一下 原神排位已经在六十几开外了 所以嘛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吗 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国际服有自己的频道的 我当然知道最近的数据 观众们更加想要看原神的视频 还是更加想要看星铁的视频 这个后台都有数据分析的 原神在国际服的人气下滑的非常厉害 绝对不是我单纯的嘴巴上说一说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没有啊没有啊 我这个身边哪个哪个朋友还在玩原神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啊 数据就是数据 就不管是视频的数据还是排位的数据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全球的玩家正在迅速的对原神失去热情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 这个幅度绝对不是正常的 绝对不是大伟哥不好意思了 这次我准备的东西刚好没有考到这么简单的 就可以搪塞过去的 国附的乐子人们很喜欢看什么 超磨音超磨音的 然后去忽略海外市场的流水占比 前面的数据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吧 其实反而是国服的玩家对原神最够意思 跟我第一个视频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没发现吗 在国服性充铁道只比原神高一位啊 在昨天这个时候只是总榜 刚刚超过了一位的时候 在日本已经输了快20位了 韩国更是直接连输到裤叉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你纵观全球纳维莱特流水 虽然拉胯虽然拉裤挡 但实际上国服是相对最好 这个更加让人唏嘘 因为一款如此破圈的游戏运用了一年之后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呃变得更加本口化了啊 嘿嘿 其实我们可以把时间拨回一年 去年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评价原神这款游戏呢 胡桃跟夜兰卡池 刚刚超了150小时的磨音 哎没错 其实就是过年这个时候的事情 你知道吧 你是不是感觉这好像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 但是事实上胡叶池只不过是去年的3.4的下半的卡池罢了 怎么4.5的下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事实上在去年这个时候 崩坏星球迭道也还没有上线 绝大部分的玩家还在不看好一款RPG游戏 而相反另一边却是刚刚创下了150小时高峰记录的世界第一手游啊 在那段时间你考虑到全球营收的话 原神是可以跟王者荣耀确实的扳手晚的 因为王者荣耀除了中国基本上都没人玩的 原神在最巅峰的时候啊 你只看某一段时间 他全球营收是比王者荣耀要高的 但是为什么仅仅一年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在最近我听到不少有趣的传闻 有人说原神已经不再是米哈游的工作的重心了 看起来就像是在找补 你知道吧 这就像是一个人高考考砸了之后 别人问他感觉怎么样 他说上哪所大学已经不是我的工作上的重心了 对我而言接下来的重点是考研考哪所学校 行不行像 我问你行不行像 来everybody把公平打在形象上 其实想想挺唏嘘的啊 一个破圈的全球化手游 当年一度走的这么的远 因为破圈给了自己更多的不切实际的期待 而这个不切实际的期待呢 最终转换成了不切实际的运营 现在变成了全球范围的缩圈 老实说还是比较的失望的 人生的底子还是很厚的 这样瞎折腾一年 他居然还 嗯 那比起一般的二游还是要强不少的嘛 可是同样的折腾 你再来一年恐怕就难了啊 我感觉原神内部开发组 应该有不少的艺术甲 特别有属于自己的追求 我的意思是不要被外界动摇啊 要不你们再试一次 我感觉挺有乐子的 但是我说句实话 米哈游真的有这个资本 你这样去浪元神吗 我当然知道了啊 在米哈游的蓝图里面 多半是这样的 到时候多出几款新的游戏 然后新的游戏全都成功了 那自然原神的 慢慢就可以退居二线三线了 可是这个想法是不是太想当然了 因为事实上 我看来友商们的实力是明显上来了 最近版号呀 各方面也不再像是以前那样有限制了 就我个人还说 我还是看好绝群 上线那一段时间的热度的 毕竟米哈游的体200在那里 宣发的成本各方面 肯定一点都不会少 可但是呢 米哈游真的有足够的人才 进行这么多线的战斗吗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问题 我一直说二次元游戏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剧情 以及角色的描写 漂亮的建模 优秀的美工设计 他能够帮你撑住一年 但是他没办法帮你撑三年 原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你在三年前来看的话 原神的建模水平 那个引擎往业界一放都是紧急的 但是三年一过 你回过头来就很明显 你对比心穹铁道 原神就是明显的老游戏了 我其实经历过不少类似的循环的 就是一开始觉得这个某某游戏挺好的 就感觉建模在业界也是领先的水平 但是玩了两年三年之后 你就发现手游 他毕竟更新引擎 更新建模成本太高了 等到第四年开始 你再去对比其他游戏 就很明显差点意思了 所以美宫建模这种东西 在我看来 它是不能够保证一个游戏长久的成功的 消费者们是很现实的 在这之前 我看过一个这样的调查 就是读者一般会买什么样的轻小说 然后绝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回答说 封面画的好的 就可能买回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二次元受众的普遍现象 大家其实就是严控 像外观呀建模呀美宫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会迭代的 在我看来想要获得长久的成功的关键 其实是能不能长时间保持高质量的剧本 以及演出 其次就是运营的质量 能不能够在长期的运营之中 精准的避坑 稳定的度过一些运营的节奏 这些才是长期能不能够成功的关键 那么问题来了 米哈游真的有这么多人才吗 就是写剧本的人才以及运营的人才啊 你有这么多元神能够搞成这样 对吧 去年米哈游不是反思过盲目的扩张吗 以及做了一定程度的裁员吗 我完全能够理解啊 事实就是这样嘛 你做这么多游戏 你就能找到这么多好的优秀的剧本家吗 在任何行业优质的人才都是稀缺的 要不然各大的科技公司也不会在这里 你挖脚我挖脚你了 在我看来崩坏心穷铁道的成功 其实是有偶然成分的啊 而这个偶然呢 我主要是指类似的人才 你真的能够随随便便找到一大堆 来帮你运营三个四个五个游戏吗 如果接下来绝气零 你把原神的人才输送过去的话 你凭什么觉得绝心一定能成功呢 我过去小半年已经看到很多类似的吐槽了 就是很多玩家超担心 原神那些工作人员到时候被调到其他部门去 你知道吧 其实作为资深的给了给玩家 我也可以跟你说 即使是在日本的20元圈子写得好剧本的人 其实也不能说很多就日本这样的疏从国家啊 真正优秀的写手 其实来来去去就这么几个人在那里 几人赚嘛 老实说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看到蓝星星园之后 真的感觉眼前一亮啊 这我觉得业界的总体的工业能力真的是上来了 那么接下来 如果真的要比拼ip塑造剧情塑造的话 米哈游如果要开这么多个坑 真的有能力保证自己每一个坑都成功吗 如果不能的话 在现阶段在原神上面太过于浪 是不是显得就太过浪费了 就我个人来说 我已经看过太多的公司的兴衰了 事实上作为一个很纯粹的玩家啊 我的嗦觉一般都是很准的 自古至今就没有一家公司能够保持自己永远成功的 这个世界有太多规模比米哈游 大5倍甚至10倍的公司 最后还不是一样归于平凡了 这个就是现实 没有人可以一直赌赢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会对那种什么原神已经不是工作的重心的 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这种说法好像显得第二个原神很容易出现那样 似乎成功可以轻易复制那样 似乎原神可以轻易被放弃那样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太天真的 不过米哈游多运营几个游戏 对玩家们也有好处啊 这样玩家们就有选择权了 到底要抽什么样的角色 要在哪个游戏上面花钱 我相信米哈游肯定会分析类似数据的 时不时会听到这种说法 就是反正都是进左边的口袋 还是右边的口袋无所谓了 你这个就显得太可爱了一点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员工A和员工B放在你面前 员工A明显业绩更好 你会跑去安慰员工B说 哎呦没事啦 反正小A赚钱赚的这么多 他赚到的钱也进入我的口袋 无所谓的啊 他挣的钱 我年底再疼一点出来 给你发年终奖 OK 爵士好老板是吧 你会这样当老板吗 不你不会 你可能只是业绩比较差的那个员工 然后去幻想有这么一个这样的老板 对不对吗 当然了啊 当老板肯定要表面上装的一副 像是会画饼的那个样子啊 要正能量的那个样子 哎 没事 你业绩差一点 无所谓 一起努力进步 一起奋斗就好了 没事的 大不了 接下来一周七天 你工作个六天半 燃烧一下自己 年轻人就要多干 现在业绩差 不要紧小伙子 我看好你哦 表面功夫肯定会做一做 但是谁业绩好 我跟你说老板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那为什么我就这么熟练呢 你看我日本的签证就知道了 因为我确实是一般社长 虽然是小生意 现在也已经交给其他人打理了 我们不要离题啊 所以一家公司内部有竞争 对于消费者也也是确实的好事 这样玩家们不仅有更多的选择 有更多的对比 到时候你还有内部肯定也要做对比的 为什么有些角色更加多人抽 有些角色就没有什么人抽呢 为什么流水全都流到对面的部门去了 为什么今天的点中奖都在对面 也会产生危机意识 然后这种危机意识呢 就会成为进步的动力 也有利于在做决策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审视 接下来我预计二次元市场 只会变得竞争越来越激烈 并且这个竞争也不再会是局限仪 来自米家内部 在这里也希望原神尽早做出调整 走出颓势 提前做好准备啊 等到5.2再去考虑这事情恐怕就太烦了 OK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感觉这视频有趣 不要忘记点赞 投币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关注 订阅 视频一键三连观众的频道 后期运达论区有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